大家好,我是Carrie李若凡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人民币的看法 最近我们看到人民币持续贬值 随着美金相对人民币上升到两年的高位 6.9327的水平 大家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 人民币会不会重新试七算的低位 我们回顾最近人民币贬值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疲悦 回顾7月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 包括PMI、零售销售、固定资产投资 以及工业生产等等都是差过预期 市场都担心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 中国的经济前景会比较令人担忧 第二件事可能是中美货币政策的分歧 我们看到因为中国的经济疲弱 中国央行在8月份的时候都比较意外地减息 令到中美的息参抹闊 最近十年期的中美国债收益率 亦都差距扩闊到6月中以来高位60点以上的水平 市场会担忧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境内债市会重新出现一些大规模的资金流走 第三件事就是地缘政治风险 早前市场都曾经期望可能美国那边 会下调中国的商品关税 但近日自从佩洛西访台之后 大家都开始去怀疑两边的一个关系 在短时间之内未必会是改善 第四件事就是说美金的全面走强 我们看到自从8月底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了一些比较鷹派的言论之后 大家开始正视美国的通胀问题 亦都预计美联储未来可能继续激进地加息压低通胀 未来可能我们会见到因为这些比较利淡的因素而人民币受压 而中国央行亦都不排除会采取一些措施 去缓和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其实由8月底开始 我们就已经见到中国央行不断将人民币的中间价定在比预期更加强的水平 看得出中国央行都不想市场 形成一个人民币单向贬值的预期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其实中国央行这样的措施 都只是可以缓和这样的贬值压力 是没办法扭转人民币的一个下跌的走势 所以未来我们见到美元指数不断创20年的新高 相信人民币相对美元也都难免进一步下跌 下一个支持位对于人民币来说 可能已经是6.95左右的水平 再来的话就已经是七算的低位了 今天对人民币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下一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英镑的看法 敬请期待 请期待